路径部分可能要改一下 那首先我demo一下 这些东西 全部把它合并起来,合并之后的话我把它取一个名称 我把它叫做底线全部好了 那这个名称 你可以把它改成 问题07也可以,反正就是一个名称 那最后的话把它放在桌面上好了,我最后save as把它放在我们这个桌面上面 那所以呢,直接执行一下 基本上我先弄一下,可以看一下,再来解说一下里面的程式 它一样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跑完之后呢,它会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里 全部的话把它打开来 理论上呢,这里面 就应该要全部的 工作表,通通合并在一起 OK 那里面的话怎么撰写的 OK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会有几个,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Xpace,就是我们的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是资料夹 也就是说你那个 你要合并的那些资料夹放 当然也是一样,你就把这个 我们VBA,我是建一个在桌面上VBA 这个路径 把它贴上,贴过来 那sfile 你要把什么档案合并 当然我们这边是 Excel的2007以后的版本 XLSX 但如果你是 旧的就 XLS 没有X 然后呢,再来的话 我一样做那个 这个是DIR 跟刚刚一样 删除档案 反正就先帮我先找找看 他会先DIR 第一次一定会先找第1个 后面的DIR 会找后面的 直到找不到为止 如果找不到呢 他就变成空字串 就是意思就是找不到 那不等于空字串 意思就是说他有找到的意思 所以他有找到 往里面 往里面 那如果找不到 没有了 他就跳了一回圈了 所以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那首先第1个 我们用那个 这个Worksbook 加S 刚刚是Active 没有加S Active只会有一个 那Worksbook加S 这个指的是Worksbook 工作部的物件 后面呢 Open 顾名思义 把它打开 也就是说 把找到的那个档案 在这里 这个路径底下 比如说第1个也许是找到那个 乙班的话 不然我把乙班先打开 打开之后要做什么呢 第1个 我这边有逻辑判断 什么样逻辑判断 我这边设个中断点 给各位看一下 也许我这边 直接用 就是中断的方式 给各位看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执行 那我先把这个先删 好 那第1次的话 假设说我执行 那执行的话呢 因为我把它开起来了 可是开起来的话 第1个先找到丁班 那 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 每一班每一班 放在 全部里面 这个是我想的一个方法 因为其实说真的 这个 每一本书 像 我发给你每一本书 也有 合并 但是他写的逻辑跟我完全不一样 而且写的比较 长一些写的 有兴趣同学自己稍微翻一下 因为每个人写的方法不太一样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别人的程式 就是因为 我要了解他的逻辑 导不如我重写比较快 因为他的逻辑跟我逻辑还是不通 所以呢 我的想法是说 如果我是第1次开起的话 那我就另存新档 那如果后面开起的话 就不用再另存新档 因为已经有一个档了 我直接怎么样 把它copy到那个档案的后面就好了 OK 所以呢 所以我这边去述的方法是这样 就是第1次是开那个丁班 对不对 那如果 i不等于1的话 不等于1的话 因为i预设值里面是空的嘛 那一定不等于1 我会先怎么样 先把这个丁班先copy copy之后的话呢 我就save as save as就是把这个丁班 另存一个档案 另存一个档案名称叫什么呢 叫做全部 那你想说老师不是丁班吗 对 因为我先把丁班另存一个 叫全部之后的话 那 这个有没有 以后 以后 那就把i改成1 改成1的话呢 把它close 这个档案就把它close 就不存档 只是因为我已经另存了嘛 那这个全部里面呢 就会先放丁班 那之后的程式 又找到下一个 DIR DIR下一个的话 它会找到也许是 以班之类的 那我一样把它打开 可是呢 它不会进到这个逻辑了 为什么 因为 我已经把i改成1了嘛 所以它 不等于1 会不会进来 不会 会跳l 做什么呢 你会发现 上面是用copy copy是 另外产生一个工作簿 诶 那下面的话 After 有没有 全部 的第一个后面 意思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call到它后面就对了 不用再产生一个新的工作簿 所以呢 我就把丁班 怎么样 call过去 OK call过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全部哦 丁班过来了 再来怎么样 把丁班 关闭 换下一个 再来 还是一样 会跳l 把什么呢 把 以班call到什么 call到第一个后面 close 直到什么 全部跑完为止 所以你会发现 一边开 一边丢 一边开 一边丢 只有第一次 会save it 其他都是丢到后面去 我逻辑这样 所以这样执行完之后 你会发现 全部呢 就像那个 有点像串 串串串 不过我是放在第一个后面 所以它会一直放 一直往后 移动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我们合并的动作 所以这个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这个 不是这个 是全部 不过它最后也会自动关起来 所以全部呢 就会自动输出 那这部分的话呢 打开里面 就是这里面全部的东西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